抱地能交交靠边停车吗 啥 竟然还有人不会靠边停车 安排 很多朋友靠边停车犯了难 虽然说考试科目3的时候 一把停好 但是现实中靠边停车总是停不到位 不是离得太远就是太近 寡称到了咱们轮胎或者说轮毂 其实很简单 想要做好靠边停车 你不用听别人说什么看雨刮器之类的 雨刮器这玩意儿它又不是固定的 再说了 每辆车宽度不一 怎么能一概而论呢 况且有些车辆 你坐在车内根本看不到雨刮器 那么今天抱地就给大家分享一个 适合所有车辆靠边停车的方法 相当于为你的车量身定制的 简单有效 还不会靠边停车的朋友 记得看到最后 首先开始前 咱们先找一条这样比较长的车位线 或者说一个长时线 把咱们车子右侧的轮胎 停在距离这条线30公分处的地方 记住一定要停前后轮停平行 停好以后咱们就可以上车了 你记住上车以后 你又保持你平时最正常开车的坐姿 往前去看 看看旁边这条线在咱们车上哪个位置 大家看一下 前方这条线是不是就在我手指 笔上的这个地方 对不对 那么也就是说 当这个地方和旁边的路延时 或者说障碍物重合以后 咱们通过都是30公分 咱们可以用一个这样的标记点 给前方做一个记号 好 朋友们看一下 这个标记点做好以后 咱们接下来就把车开出去 拿这条线来实验一下 好 朋友们我们现在把这条线给开出去 好 我们车子 大家看一下 现在已经完整的开出来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想要靠边停车 来实验这个点位 我们就把方向盘慢慢的向右打 好 当这两个点位处于平行的状态时 我们把方向盘慢慢的向左回正 把车身给顺正就可以了 好 此时 这两个点位 这个点位和前方这条线 已经处于平行的状态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下车去看一下 开门的时候 记住观察后方的车辆 好了 朋友们来看一下 我们开出来以后 再停好 依然是30公分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上车 那我们这个点位直接去路边的马路沿 靠边停车 看看是否靠谱 好 朋友们 我们上车以后 记住一句话 实验得真理 我们接下来就用这个标记点 去靠边停车 用这个马路沿 好 我们上车以后 把我们的方向盘慢慢的向右侧去打 因为这次是真正的路沿石 我们记住 慢慢的让这个点位向右侧去靠拢 好 当你发现它处于这个状态时 也就是说 次平行时 大概平行的样子时 此时我们不能把方盘再往右打了 我们需要把方盘往左打 慢慢的 慢慢的往左打 大家注意我方盘动的一个幅度 往左打的同时 观察我们右侧的这个后阻镜 大家看一下 尽量让我们车身与旁边的路沿石平行 大家看一下 此时我们把方盘回平行以后 我们车子也就停好了 此时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点位是不是和旁边这个路沿石一样是平行的状态 此时我们车子就靠边停车完成了 我们把方盘再回正或者说再往前提一下 车子也就停好了 现在呢我们再下车去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旁边这个车位 车子在车位中间停的对不对 没有越线 好大家看一下 下车我们看一下这个全貌 再看一下我们车辆右侧 停的也是非常的笔直 对不对 非常的平行 刚好30公分左右 没有刮蹭到这个路沿石 好我们停好以后 接下来回顾一下 我们看一下出外视角 暴地是怎么操作的 怎么样朋友们 暴地分享的这个点位你学会了吗 掌握这个点位以后 我们下次靠边停车 就可以避免许多目标的寡创 那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对你有所帮助 记得帮暴地点个赞 让我们一起传递正能量